三澳門大力約進高速3G時代, 三澳門特約天氣報告 Hello,又見到阿Ling 歡迎收看由三澳門特約的天氣報告 現在跟大家說說今天6月21日的天氣 今天天氣好熱,日間較為乾燥,多雲 間中有陽光,凌晨有局部地居性驟雨 相對濕度介乎49至81 氣溫介乎涉節28至33度 吹輕微至黃煥南至西南風,有震風 今天的空氣質量指數是介乎24至38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 月7明天的空氣質量指數 路邊監測站和高密度住宅區是15至50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 日間聖監測站是30至50 空氣質量水平屬於良好 Bobby說明天的天氣炎熱 看看衛星雲圖 預料一股炎熱空氣將持續影響半澳的天氣 現在看未來幾天的天氣 明天氣炎熱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 有局部地居性驟雨 氣溫介乎涉節27至32度 吹溫和至黃煥 初時清新藍至西南風 欣天文朝關係明天的早上6點至10點 大華地區將會發生海水倒灌 而星期二至星期四都是炎熱的 多雲間中有陽光 有局部地居性驟雨 氣溫介乎涉節27至32度 而這幾天因天文朝的關係 早上6點至中午時分 大華地區都會發生海水倒灌 一起看看中國各大城市的天氣 北京多雲20至33度 上海有雷布25至32度 台北有雷布25至31度 而廈門有雨24至27度 而廣州也有雨27至33度 而在亞洲各大城市方面 首爾多雲19至27度 東京有雨19至25度 馬尼拉有雨25至33度 曼谷有雷布25至30度 新加坡有雷布26至30度 阿加達有雨22至33度 然後再看看歐美國大城市的天氣預測 好,今天的天氣報告完畢了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